之前每次大家都说啊 带猫孩子出来玩都没带小熊狗啊 他自己带我叔那个院也特别的 对吧 看起来特别的可怜啊 对不对 也没有机会出来玩啊 但是今天他来了啊 这个是八月的第二天啊 对吧 小熊狗估计坐车还没缓过来这个劲啊 有点懵圈了啊 因为他很久没有坐车了 他长大之后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第二次啊 应该可能就是 要么第二次要么第三次啊 就很少嘛 就从对吧 就是那样很少过来 一二多这咋回事啊 太热了 这咋咋好 来了 先下来 来 蒙圈了 直接蒙圈了 这咋 感觉你咋 沧桑了 小熊狗啊 咋搞的 哎呀 我的天啊 还是我把他给抱下来吧 这个狗 这耳朵一下子立起来了 这个狗可能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很久没有出来过了啊 很久没有出来过了啊 长大了 这算是第一次了 小时候带他出来过 在那边 在河南那边 小熊 小熊 今天带你出来玩儿 开心不开心 啊 他小熊狗这耳朵 这里不知道咋回事啊 感觉摸起来硬硬的啊 不知道是灰还是啥 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土啊啥的 就是这样啊 小熊 哎呦 这个狗 我还是给他抱下来 他有点不适应啊 这狗估计没有上过 这么高的车 有点不适应啊 好嘞 哎呦 把小熊抱了下来啊 然后走 走 去这边转转 走吧 哎呦 我的天啊 今天这里还是没人啊 本来我是想黄豆一起带过来的 但是对吧 然后就是觉得黄豆这个狗太过活泼啊 别把这个小熊狗给带坏了啊 就是这样 但是看现在的话 小熊狗有点过于被动啊 这个狗 有点过于蒙圈啊 这怎么越长大越 越越长大越没出息呢 怎么感觉 越长大越越 就是性格内脸吧 不能说没出息对不对 性格内脸啊 先让他缓一缓吧 这个狗先让他缓一缓 他还不知所措呢 啊这个狗啊 真的是 一样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啊 突然感觉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一样啊 狗 小熊过来 来 狗也不过来 啥回事啊 今天很奇怪啊 他这个 他这个性格 小熊 你到那干啥了呀 小熊不知道咋回事啊 先不管他 我先到边上啊 看他有什么行动啊 要不然我一直站在那 他一直蹲在那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让他走走一下跑一下 心情可能又会好一些啊 就是这样 狗也是挺可怜的 没出来过啊 哎呦 跟上来了 大家看到没 跟上来了 但是还是感觉很小心翼翼啊 很自卑的那种感觉 我还是不要关注他了 我越关注他 感觉他 他越自卑啊 就是这样 让他自由活动啊 慢慢这个胆子就上来了 找一个凉快点地方坐下吧 嗯 这哪里凉快 这里凉快 哎呦 哎呀 哎呦 这里凉快一点啊 坐在这边吧 哇 天啊 今天的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今天的天还是相当nice的啊 哎呀 小熊狗啊 你是咋搞的啊 那感觉你今天怪怪的呢 小熊 啊 看来真的是需要一个毛孩子 来开导开导他啊 给他讲讲啊 困难的生活都是短暂的 对不对 一切都将过去啊 小熊 哎呀 慢慢活活泼活泼 跑一跑 对不对 乐一乐 嗯 怪怪的这个狗今天 今天是8月2号啊 小熊跑那边去了 今天8月2号 然后的话 说点好消息啊 就是 飞飞的话 经过了这个两天的治疗嘛 在医院啊 然后他那个肿块啊 然后削了很多啊 看来他那个设备还是有用的啊 最主要也是 及时吧 及时到医院这个 就诊嘛 对不对 及时治疗啊 肿块已经削了啊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还挺开心的 我感觉心里面真的挺开心的啊 然后的话 昨天没拍视频 因为 一般像七一啊 八一啊 就是建军建党节 这些都是比较隆重的节日啊 我觉得娱乐的话 可以放一下啊 我觉得人应该更加关注 这些国家大事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 昨天没有拍视频 今天的话 就是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 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摇摇的话会翻身啊 会翻身 会翻身的 现在啊 就这两天学会的一个新技能吧 也算是啊 真的是一天一天长大啊 再过几天 他就四个月了啊 时间匆匆啊 就是这样的 啊 现在自己会翻身了 哎呦 哎呦 真厉害 哎呦 吃劲 吃劲 哎呀 爬起来 哎呀 这小家伙 啊 啊 啊 吃劲 啊 吃劲 哼 然后我就在这里说话啊 小熊狗的话 就自己 就围绕着这 呼 然后走到这 呼又走到这 就感觉 他自己挺约束自己的 就是这样 也不和我亲近了 就是 就是这样子 狗长大了 就自卑了吗 难道 哎呀我天哪 我有点后悔没有把黄豆带过来 真的 把黄豆带过来 跟他的性格调和一下 估计应该玩的应该会挺开心的 就是这样的 好像搞得跟我的保镖一样 我那一坐保镖 哎呀我那天哪 那个是动车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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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专门带你出来哦 你怎么搞的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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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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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这个狗 这个狗智商啊 急速下降了 最近几天 什么牛吃包 还什么牛吃好啊 小熊 感觉你的智商在急速往下 来握手 我怎么感觉你的智商在急速下降了 小熊 你个小东西 握手 握手 这个握手 很不情愿的抬起了他的这个手啊 这个狗 哇 里天啊 这狗怎么这样 这几天因为飞飞的事啊 我有点担心啊 然后没有去看小熊啊 所以今天麻烦了所有的事啊 过来看他 然后看他一个一个狗啊 在院子里面待着也确实可怜啊 然后的话就想着带他出来放放风啊 让他也看看外面的风景啊 就是这样 但是我属实没想到感觉他变得这么的自卑啊 现在感觉他非常的不开心不快乐啊 就是这样 嗯 不知道咋回事 我里天啊 我刚才猛的一扭头啊 发现我坐在这旁边啊 这里这是啥玩意儿啊 卧槽 我感觉裤子手上都是这个灰啊啥啊 有人估计在这儿搞烧烤了啊 我觉得这人太没有 太没有那个啥了 太没道德了 这个人 属实太没道德了 我里天啊 小熊 小熊 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熊 哇你天哪 这吃草哪里不能吃啊 家里也能吃草啊 带你出来玩的 小熊 不是吃草的 哎呀 到河这边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河水啊 还是不是很深啊 还是不是很深 小熊 哎呀 我天啊 我今天算是 算是郁闷了啊 这个狗怎么都叫不动了 今天啊 这狗 这是什么 这是啥玩 挺好看的 小熊 哎呦 小熊 哎呦 我里天啊 我安犊子了 哎呦 我天啊 小熊 哎呀 对对对 在这里呢 哎呀 我可算是交动你了 你现在面子是真大 小熊 你是爬沙的你那尾巴 低的路到地底啊 是不是 我是会给你扔到河流水打住 我是就是真给你扔到河流 你不是还会有用呢 是不是 你爬沟 你都不会有用 对不对 啊 往这边走走 是不是啊 对不对 这是水 要不然你自己抛进去 啊 出来外 反开行啊 对不对 怎么感觉小熊 像是一个失恋的 一个毛孩子一样啊 失恋了啊 然后我这个朋友啊 过来劝他 说你要想开一点啊 然后他就对我爱搭不理啊 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啊 然后就是这样 那你不想在这呢 我们上去吧 哎呀 这个狗 真是失恋的人不好搞 哎呀 哇 你天哪 哎呀 往这往这一趟 是不是 我走到这了 你失恋了 你是真失恋加失恋了 还是饿了 回去给你喂点好吃的一种啊 哎呦 这个狗 咋狗的 放开心呢 出来外放开心 别闷闷不乐的 狗的我都郁闷了 我都坏意思 你 哎 屠杀了 带你出来 然后的话 大家都说 前两天给鸡胸肉啊 没给小熊吃啊 其实后来是有给他的啊 有给他的 但是没有拍啊 就是这样 像狗粮啥的也都会给他啊 我出现在那个情况的话 说句真心话啊 哎 他自己能不能准时吃上饭 这也是一个 对吧 就是也比较难嘛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这个小熊狗能不能准时吃上饭 这也是有点难 所以的话 如果我这边再不提供一些狗粮 过去的话 这个小熊狗 估计 对吧 就要 对吧 就要game over了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 这个 大家放心好了 只要我每天 比如我今天到的狗粮 对吧 比如一袋里面 一般我都是买40斤嘛 买大袋的 对吧 因为家里毛孩子多嘛 一般我都是买大袋的啊 不是说买那个5斤10斤的 不是啊 那都是买40斤 一大袋的 一大袋里面会有4包嘛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就会拿过来一包啊 给小熊狗啊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这点可以放心啊 是这样的 这点可以放心 嗯 就是这样 就是搞不清楚 他这两天发生了啥 感觉他很不开心 可能狗大了啊 就比如他在那个 很小的区域生活习惯了 你猛的带他出来 可能他会害怕 然后感觉不知死错嘛 可能是这样的 像小花一样啊 小花出来玩 小花也玩的不行 对吧 就是像这些田园犬的话 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是你让他看家户院都行 对吧 你让他娱乐嗨呗 那对吧 就不如笨笨了 对不对 笨笨那是娱乐高手 对不对 小黄豆 那都是我们家的娱乐高手啊 就是这样 那这毛孩子的话 基因里面就是忠诚于主人嘛 对吧 就是不调皮捣蛋 懂事嘛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越是这样懂事 越是有的时候让人心疼啊 是这样的 就一直在我旁边陪着我 好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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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